立法會人事編制委員會通過 特首政策組設立七個首長級 常額非公務員職位建議 每年平均開支大約2500萬 將會提交財委會審議 有議員就關注會否訂立職效指標 特首政策組說工作成果難以量化 部分研究也未必可以共慨 你們的研究組當中其實都應該有一些叫做職效指標 其他東西 你們怎樣定這個職效指標 如果做不到的時候要怎樣處理 我們那個工作的範疇 除了那四個方面之外 也剛才有說到包括統籌年度的施政報告 撰寫的工作 以及監察落實施政報告裡面提到的 各項的措施 過程和研究的成果 都會是能夠 如果它是能夠過到某一個水平 我們是會去公開 特首政策組我們是有很明確的工作項目和任務 不過因為我們那個工作性質 有一部分是一些內部的調研 以及一些政策的窗議 未必可以量化或容易向外公開到 一些我們可以公開到的工作成果 我們都會盡量去公開 我們的工作性質未必能夠 很實在地有一些所謂的職效指標 但是我們的工作其實都會透明 都會是外界包括立法會議員 其實是會看到的 各位觀眾 們! 我可以去的